小岚还将地上红艳艳的番茄捡起来吃进了肚子里 没多久的功夫他便躺在地上没了呼吸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毒死了 男孩的父亲赵齐全手里拿着砍刀就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同时赵齐全也知道儿子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村里的人都恨他 因为赵齐全平时做的就是血液中介 他能过上中产生活 完全就是靠忽悠村子里的人卖血 但是报应很快也来了 村子里卖过血的人几乎都染上了一种无药可治的热病 就连弟弟赵德义也是没能幸免 兄弟二人的父亲作为以村支掌 自然是要让赵齐全向乡亲们赔罪的 可偏偏这赵齐全是个倔虑 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没办法 这烂摊子就只好村长自己收拾了 求大家看他 我儿德义也有热病 我生子才十二岁 得了病的人陆陆续续都搬到了学校去住 一个神穿红妙的漂亮女人 亲亲也被丈夫赶到了这里 没撑想第二天 她的红棉袄就不见了 村长就当众宣布 今天在场的人谁也不许走 小兔要是失去的话 就自己将衣服换回来 这件事情就当做没发生过 可一直到天黑也没有进展 而德义则是在屋顶屋遇的亲亲 两人可算是同病相连 亲亲卖血只是为了买一瓶城里人的洗发水 而德义则是随大流 亲亲染病后丈夫是恨不得将她扔出家门 德义也是同样 她连媳妇的手都碰不得 于是德义就提出了个大胆的想法 第二天 亲亲的红棉袄还是没有回来 四轮的红棉袄也跟着丢了 这下村长不能坐视不管了 她带着众人就开始挨个搜屋了 最后还是得意找到了亲亲的红棉袄 而两人的关系也是自此越来越亲密了 到柴房私会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这天得意发现四轮的手里拿着红棉袄 本想问问她咋找回来的 可床上躺着的四轮却是永远也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了 四轮死了 剩下的人也开始惶恐了 谁都不知道下一个遭殃的会是谁 很快到了和家团圆的日子了 众人也是纷纷收拾行李回家了 得意的老婆十分的不情愿 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说自己年后要回娘家一趟 这一回恐怕就是永远了 同时这些染了热病的人也是受够了村民们一样的眼神 仿佛他们是什么洪水猛收拾的 于是众人又纷纷搬回了学校住 至少不再是个异类 这时赵齐全也带着几代城里人吃的白面来到了学校 就在大家以为他是因为心里有愧 想要弥补时 他却转身喷下了几个大字 一对男女正在柴房交流感情 完事想离开时才发现门被锁上了 而门外则是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村民 女人的老公手里拿着的刚好是开门的钥匙 两人的奸情暴露 这个叫琴琴的女人也是被老公狠狠打了一顿 还把破鞋挂在他的脖子上侮辱他 村长作为得意的亲爹也是觉得脸上无光 回到家就对着儿子一通教育 然而得意却是破罐子破摔 反正他都染上无药可治的热病了 横树都是等死 还不如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开心一下 但其实柴房们不是琴琴的老公所上的 是两个同样得了热病的村民 他们意外发现了两人的勾当 于是便喊来了琴琴的老公桌奸 同时他们也是趁机要挟村长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他们 不然另一把钥匙他们就要交给得意的媳妇了 村长也只好妥协 而这两人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学校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拉去卖了 而这背后的始作俑者 其实是村长那被钱财迷了心敲的大儿子赵琴琴 村里人就是在他的忽悠下才去卖血了的热病 而现在他更是花钟鸡打造了两口豪华棺木 以此诱惑这二人帮自己做事 接着这两人又开始帮赵琴琴伐木做棺材 然后再以高价卖给得了热病的村民 德义的媳妇在听说了德义和琴琴的事情后 连夜带着家里值钱的东西跑路了 而琴琴回到家后日子过得也十分难 婆婆压根不让她进屋 还表示儿子马上就要有新媳妇了 我到时候你还活着 那就回来离婚 琴琴提着行李离开时遇见了德义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就这样决定打破世俗的眼光 大大方方的在一起了 于是两人就这样搬去摇动住了 本以为两人能这样安稳的过完最后的日子 琴琴的婆婆却找上门来了 村里的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 可越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 两人在一起的决心就越强烈 可随着曾经在一起的伙伴们相继离世 两人也变得伤感了起来 他们心里也清楚 下一个去世的或许就是自己 于是两人就打算把结婚证领了 也算是给二人感情最后的一个交代 琴琴的老公则是趁机敲诈了赵德义里 让他和琴琴离婚可以 但前提是德义死后得将房子给他 于是德义和琴琴总算是合理合法 结位的夫妻拿到结婚证的当天 两人身穿喜服 挨家挨户地发着喜糖 哪怕村民们并不接纳 两人也是打心眼里开心 琴琴更是一边吃着喜糖 一边念着二人的结婚诗词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然而就在新婚当晚 德义突发高烧 怎么也降不了温 琴琴心里十分着急 于是他便脱光了衣服抛在冷水里 然后用冰冷的身体替德义降温 要知道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 次日 德义醒来时已经退烧了 而一旁的琴琴则是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见爱人失去 德义也是不愿毒活 一对有情人就这么允命在此了